各位晚安 晚安 我们刚庆祝圣诞节 圣诞圣诞节 我们是有面貌给我们看 是我们人类的模范的家庭 让我们学习 看每一个人的角色 他们都互动 耶稣 祂不是一生主来 祂就对祂知道的是天主的儿子 祂都知道 祂跟一般的小孩一样 就很自然地长大 天主的恩从 才慢慢地让祂知道体会 所以祂跟一般的小朋友一样 我们看圣若瑟从祂做梦 梦到天主说圣母的怀孕 因为圣神的 祂就这样相信 就这样地照顾圣母 从怀胎到祂死去 无怨无悔 无怨无悔 眼神经也没有写到 太多的怀孕不胜 也没有想过 祂有一次怀孕是真的 祂就这样相信这个梦 就甘愿 就甘愿 养圣母 养耶稣 不知道神是爸爸 祂就知道梦这样说而已 所以我们看圣若瑟醒了 祂愿意照顾圣母跟耶稣这样子 没有长得 没有后悔过 那圣母也是这样 知道释怀了天主的儿子 可是圣母的生活 跟一般的女人一样 从不骄傲 又有个默想心中 百分之所得的美德 所以祂这样 父母就这样 教出来耶稣这样的一个孩子 所以我们看 父母怎么样 几乎教导出来是怎样的孩子 多少会有影响 不会百分之百 至少有六七十 所以我们看 因圣若瑟跟圣母的虔诚 虽然知道我是父母 父母是孩子的 天主子女的父母 耶稣的父母 可是他们还是按照法律生活 不是因为我是天主的父母 就不需要其他的规矩 他们还是守规矩 每一次怎么样的法律 照样做 要奉献的时间到 还是带耶稣去奉献 明明祂是天主 可是祂还是守这个规矩 带耶稣去圣殿奉献 这个规矩 这个规矩不需要 可是祂还照顾 祂不因为我是天主的父母 其他世俗的规矩 我不要守 祂不会 我们看各位教友 回头看我们 多少人 想着我心中有主就好 我干嘛要守主日弥撒 我干嘛要守每一年至少五次半告诫 我干嘛要守这个 多的十五次半告诫 我们看 圣母这样 圣洛舍这样 她还安上规矩来 从不意味这样 我不理会这些世俗的 眉色的什么规矩 眉色的规矩 怎么比得上耶稣呢 耶稣是高峰的 天主的最后一个最大的奇迹 就是在耶稣身上 每一生算什么 可是他们还安照规矩 提醒我们各位 他们父母的 记得教导我们孩子这样 我们属于这个 这个大家庭 这个教会 普世教会 教会的规矩 我们要守 心中有主 你相信 我相信 可是我们还要守规矩 连耶稣也是 祂是耶稣 祂是天主旨 可是每一次祂传福音 我们看 祂都到圣殿了 还有才记得 有一次祂把全部买卖的人 都把他赶出去 把他们打的赶出去 祂在讲什么 这是我父亲的家 所以我们看 所以对圣殿 是在我们讲教堂的重视 所以让我们记得提醒我们 我们必不得已 没办法来教堂 必不得已 但是不能用任何理由 你知道天主知道 那我们知道 来教堂我们得到的当然是 天主的恩财 我们不能解释 你在家恩财多少 你来圣殿恩财多少 但是不然的话 圣殿做什么 圣殿里面有圣给耶稣的存在 跟在家里不一样 但我们牺牲我们的时间 如果计较的话 我们看 天主给我们一个星期 多少个小时 只要要求我们 给一个小时 我们也在那边计较 那当我们需要 天主的讲福的时候 我们感恩天主要求 让我们今天圣殿节 提醒我们要学习 特别当父母的 看圣母和圣洛舍这样 怎么担引耶稣 怎么教导耶稣 怎么照顾全家 让我们学习这个圣家 让我们整个圣家 圣化成圣 整个家庭的成圣 第一点不要因为私俗 不要因为我们现在的潮流 影响到我们的家 当父母性的要坚强 我们才能教导我们的孩子 现在科学越发达 他们认识更多 比父母懂得更多 他用这些 会来跟你反驳教会 反驳信德 如果你不认识教会 如果你的信德不够 不能说服他们 还是他们真的不来教他 真的是父母要负责吗 这要靠信德 要靠父母对天主的懂 对教会的懂得多少 我们再能答应我们的孩子 愿圣家教父你们每一位 祝福家庭的各位 保守你们 教父你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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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